要勒林人士或殘障人士到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疫苗 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力不从心 为了加速形成国民的群体免疫力 请求人员今天前往马六甲巴野龙部 为20多位年长者和身长者注射新冠疫苗 由马六甲卫生局和巴野龙部发展及协调委员会 联手推出的挨家挨户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今天顺利替20多位弱势群体完成疫苗接种 受惠者家属都大赞这个计划 成功让他们的父母亲接种疫苗 感谢加州政府的细心安排 这项计划的帮助对象包括衰老 长期卧床不齐者 身体障碍者和严重疾病者等等 他们都没有能力自身前往指定疫苗中心 因此需要医护人员前往他们家里帮助接种疫苗 以便没有人被排除在疫苗保护网之外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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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